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胡锡进扬言解放军 要让台湾地动三摇的同时 在美国内部反中的声让一波又一波 好 月中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议员 他讲拜登维持川普的抗中路线 那这一次另外一个指标是澳洲 特别是过去澳洲是原物料大国 所以他有一个庞大的市场 那事实上是依赖中国的 没有错 澳洲这么多年来 他的经济是非常依赖中国的 可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 澳洲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所以他们要去调查这个疫苗的起源 这下子就惹毛了中国 因为他觉得你澳洲就摆明就说 这个新冠疫情是我造成的 所以中国就开始制裁澳洲 所以一堆澳洲的产品 他们都不买都拒买 好 可是现在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我们先看一个最新的新闻 就是澳洲就是怕说你这个中国要 这个围堵我 所以澳洲附近的几个小岛国 像斐济 巴布里亚 辛吉内亚 诺鲁等等 这些小国的电信公司 因为以前是亚买家的一家公司在支持 可是这家亚买家的电视公司 最近破产了负债高达五十四亿美金 要传出来中国的电信商 这个中国移动想要去收购 那澳洲就觉得很紧张 因为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 就我们刚说的这几个国家 其实离澳洲都非常的近 那如果中国的电信商 把这几个国家的电信网路 都全部买下来 那澳洲势必有国安上的问题 所以澳洲政府就决定 叫澳洲电信人 想办法把这六个国家的电信系统买下来 所以澳洲政府准备拿二十亿澳币 来支持这样子一件事情 好 再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澳洲其实也不要特别去防堵中国 中国虽然一再说 我不要买你的这 不要买你的那 可是事实上数据出来告诉我们说 中国不买都不行 不禁让我想到一句话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老实 怎么说呢 来我们看到上半年 澳洲对中国的出口 居然创历史新高 你不是说要围堵吗 你从去年底你都说要围堵 就越围堵买越多 尤其是这个数字 跟二零一九年要注意到 为什么要跟二零一九年比 因为都还没有疫情的问题 也没有中国去要去制裁澳洲的问题 跟二零一九年比起来居然成长了三十六趴 如果就中国自己的数字跟去年比也成长了六趴 而且一样都是创历史新高 那再进一步去看到到底中国都在跟澳洲买什么东西 第一个不用想就知道铁矿砂 尤其是澳洲的铁矿砂是全世界出口最多 中国也正是最大的买家 那你中国不跟澳洲买你能跟谁买 当初你也说要制裁 第二个叫天然气 中国是澳洲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 第三个叫做羊毛 甚至澳洲百分之九十的羊毛都卖给中国 哇你看到这么夸张的数字 好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到铁矿砂的部分 中国一再说要打压一再说不买 可是越打铁矿砂的价格越高 我们从比较新的数据来看 澳洲出口到中国五月份的整体的这个出口 贸易金额来说有40%都是铁矿砂 那尤其是只看到 只看到整体澳洲的出口40%是铁矿砂 如果只看澳洲出口到中国的部分 更高达75%都是铁矿砂 所以你不买不行嘛 那因为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砂生产国就是澳洲 而且占全世界的一半 第二多的叫做巴西占两成 可是巴西疫情的关系减产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走势你就很清楚了 你看到光看今年铁矿砂的国际价格就涨了33% 过去一年涨了将近一倍 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更进一步去看 跟铁矿砂最直接有关的 当然就是钢铁的价格 尤其这个乐嘎钢是所有的钢铁里面 用途最多最广的 你看乐嘎钢更夸张 今年涨76% 一年来涨了两百七十几% 你说中国人怎么办 他一定得要一定得买 而且你还没有地方可以买 你就是得跟澳洲买嘛 所以你说要制裁你能制裁到哪里去 所以对应到看到全世界前三大的 其中两家铁矿砂的生产公司 都是澳洲的公司 最大的就是必和必拓 全世界最大 而且不只是铁矿砂 大概你想得出来的金属矿产 大概必和必拓都是最大的 所以必和必拓你看到 他过去一年来股价 涨了大概38%左右 那利拓是澳洲第二大 全世界第三大 还有一个第二大是巴西的淡水河谷 你看利拓的股价在过去一年来 也涨了十几% 来我们再进一步去看到 当你说要去制裁 譬如说我们先看到 之前也说要制裁棉花 那你中国你说不买澳洲的棉花了 你不买别人买嘛 所以你看到谁进来买的 大家特别从这个去年11月 12月的那个图去看 原本最多10月以前都看到都是中国 11月以后你看到谁上来了 越南 越南取代中国成为澳洲最大的棉花需求国 你看到这个澳洲这几个月来的 这个铁矿砂的需求 比较明显就是有在去年11月 中国开始制裁的时候 有比之前稍微下来一点点 可是很快的12月是不是就上去了 对 表示你中国你就是没办法嘛 你嘴上说不要 你更是你 你没地方买嘛 人家就是最大的嘛 好 所以你看到澳洲的经济状况 真的其实非常好 你先看到第一个数据叫做失业率 六月份最新数据 澳洲的失业率降到4.9% 是11年来的最低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图形 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们最高是升到7.5 但是很快的现在只剩4.9 那我附带补充的这个挂号里面的数字 就是他的GDP的成长率 因为第二季还没有出来 我们看到第一季是1.1% 他是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 连两季都成长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很多国家其实都还在衰退 再看到就是澳洲的股市 澳洲的股市 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他的涨幅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今年到目前为止涨了大概10%左右 去年是只有小涨不到1% 那再看到澳币跟美元之间的关系 去年因为对美元狂升了将近10%之多 所以今年有吐出来一些 所以今年澳币对美元是贬值了4.75% 但是从去年低点来算的话 澳币还是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多 全球首富贝佐斯完成太空之旅 那真的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月中听说1亿美元的太空船 船票卖光了 确实我们现在太空大战 已经从各国政府打到民间 据这个维珍银河上了外太空 开始卖这个太空旅行票之后 这个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 也开始卖太空旅游的票 虽然现在只是四航成功 什么时候才能够正正开始有旅行 不知道 但是重要的是他已经卖了1亿美元的门票出去 可是这个一张票到底要多少钱 这个其实他们就没有讲 不像维珍银河就讲得很清楚 大概就是20万到25万美金 但是蓝色起源一张票到底卖多少钱 不知道 不过比较重要的大家关注到 这一次上去外太空其实有四个人 除了贝佐斯自己还有他弟弟以外 另外还有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大家看到这四人的合照当中 最年轻的跟最老的太空人 都在这一艘太空船里面 所以他们创下一个很特别的记录 我们先看到这个最年轻只有18岁的 原本他们当初这个首航 其实他们就有一个这个义卖性质 就是说首航我可以邀请有人一起跟我同行 那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全捐出去 所以当时这个首航的门票 其实这个竞标到2800万美金之多 可是这个当时标到的这个神秘富豪 最后说因为行程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同行 所以就让给了次高得票的这个出价者 所以次高得价者是谁呢 是荷兰的一个私募投资 私募银行 私募的投资公司的大老板 可是他买下来的这个资格 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就保命的就没有讲了 好 可是真正上去的也不是这个大老板 而是给他的儿子 所以儿子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 这成年迷喔 对 而且他只有18岁 这个叫做奥利弗的这一个 就成了全世界上外太空最年轻的这一位 好 那当然就是有父爸爸没话说 可是我们再看到这个照片里面 还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 他高达八十二岁 所以他是人类游起来最老上外太空的 那为什么是这个人上去呢 他其实不是自己出钱的 是贝佐士邀请他 这位老太太叫做芬克 他其实是美国一九六零年代 当时进行一个叫水星十三计划 当时训练了一批女太空人 可是训练好之后 没有让他们到外太空去 为什么 性别歧视 让男生上去 所以训练那么久 结果他一生都没有办法到外太空去 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后来他也老了 他也不可能去了 好 所以贝佐士知道这么一个人 所以在这一次就邀请了芬克 所以这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 哇 你想八十二岁也好 能够上外太空 大家其实不要以为就知道 上去的那个速度这么快 他消费功能要很强 我们坐飞机是不是最难过 就是起飞的时候 可是起飞杀到一定的高度 是不是就没事了 抱歉 这个太空船要拉到能够上去 你要拉多久 那个压力是不是常人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八十二岁的老太太 他的身体素质一定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他年轻的时候是太空人 大家知道太空人的训练 真的是非比常人 所以就这样子让他圆梦 让他年轻时候 不能上外太空的这个梦想 成真 哇 这其实真的还是蛮温馨 蛮感人的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外号 叫做美国新年薪 连美国的白空发言人莎琪 都说我已经被圈粉了 因为这个老太太真的是不简单 好 那贝佐斯从外太空回来之后 当然记者抢着问说 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贝佐斯就说 哇 去到外太空之后 他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地球上看天空 哇 觉得好 这个大气层好像很厚 可是你从外太空看大气层 其实它非常的薄 非常的脆弱 所以贝佐斯发下豪雨 要把地球上的所有污染产业 重工业全部移到外太空去 这样会不会太低级 可是对 外星人的想法如何 对啊 这样会不会觉得把垃圾都丢到别人家 那就有媒体说 别的不说光你这个行程 已经先制造了200吨的碳污染 那你要不要自己先检讨一下 所以好 回到贝佐斯 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 所以现在媒体整理出来 13个他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小事情 第一个他妈妈17岁 还在高中的时候就生他了 第二个他的爸爸 曾经是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 第三个这说贝佐斯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对工程很有兴趣 甚至还在婴儿时期 就自己拿罗赖把婴儿床给拆了 跟这个华盛顿凯英导书 这种传言一样听听就好 第四个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自己创业了 表示他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当时是创了一个教育下令营 第五个他曾经在华尔街工作过 这很多人大概不知道 因为他是普林斯顿名校毕业的 而且他基本上就对这方面 其实真的很有天分 而且他当时曾经在非常有名的 叫德少的这个投资银行 在美国是非常大 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 担任由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 第六个跟很多人创业一样 都是在车库成立公司的 所以他成立了亚马逊 可是亚马逊这个名字 一开始并不是要叫亚马逊 他本来要把它叫成一个叫 卡达布拉这个很奇怪的名字 因为他觉得要神秘一点 可是当时他公司的律师 就跟他说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吉利 因为他跟卡达布拉 尸体的这个英文很像 所以建议他不要用这个 这么不好的名字 再来贝佐斯曾经发生空难 当时他做直升机 在2003年的时候 直升机掉下来 因为强风的关系 结果他大难不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经验 好 再来他在2013年 曾经把华盛顿邮报给买下来 所以你看不只金融业 他还牵扯到媒体业 好 再来大家都知道 这个蓝色起源 其实他早在2000年的时候 是他自己自费成立的公司 2000年到现在你看他支持这么久 烧了多少钱 好 再来1999年 他才35岁的时候 就成为富比式的富豪 亿万富豪排行榜 好 再来就是刚刚这个 这个凑下想到了 他曾经自己想办法去拍 这个星际大战的电影 好 再来就是 他是人类史上第一个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身价 有超过2000亿的 2000亿美元的富豪 好 那最后呢 我们不仅要想到这个马斯克喊了半天 到现在还没有上外太空 那到底在想什么 当然你大家看到了 布兰森上去的 贝佐斯上去的 马斯克到现在没有上去 因为据说是他因为真的很怕死 因为毕竟他的这个火箭一直出问题 可是马斯克居然不甘示弱说 你们这两个人都只到太空边缘 没有经济真正进入到轨道 你们慢慢等吧 我到时候真的到外太空给你们看 好 我稍后回来 拜拜 拜拜 拜拜